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提供一千萬支座 清美山灘和打納交流 有家准夕約會飲走 和檢量低奶疹的自育電血 本來是6時半新聞 前重慶示威書記 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 涉嫌殺害英國商人 不得的案件 在安徽合肥的中級人民法院一審 法院說 薄谷開來 以及國家勤務人員 將條文對案情無異議 法院會紮實宣佈 事由來於安徽合肥 報道案件審訊過程 法院 昨晚 這個人 可不聽你了 薄谷開來 身處特色西張樓 克西副主席領訊 他站在犯人南表現平靜 檢查機關在庭上出示證據 鑑定人出庭作證 案情指薄谷開來和他的兒子薄瓜瓜 和伍德發生經濟利益矛盾 薄谷開來認為對方 威脅到薄瓜瓜的人身安全 於是動殺機 去年11月初 透過重慶市委辦公廳和張曉君 邀請伍德從北京到重慶 合肥市法院負責人在審訊完結之後 更待公開來當時的犯案過程 伯伯開來 到尼亞古德的中央 所住的重慶市南山疫情度假酒店 16到1605時 與其飲酒喝茶 趁尼亞古德醉酒勾吐後要喝水之機 將事宣準備並交給張曉君 攜帶的毒藥倒入尼亞古德的口中 致尼亞古德的死亡 檢察院又認為案件是共同犯罪 薄谷開來是主犯 張曉君是重返 被告人 補古開來 張曉君對起訴指控的故意殺人的事實 和罪名沒有其足疑義 補古開來的辯護人認為 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 負有一定責任 補古開來在作案時行為控制能力 弱於正常人 被告人檢与他人犯罪 有重大立功表現的 請求法庭對我國開來 做出探決時綜合考慮 法院方面又說 薄谷開來在審訊期間 身體狀況良好 情緒亦都穩定 至於重慶市四個原公安局官員 在伍德被殺案中 包庇薄谷開來 四人亦都被起訴 審施廣泛罪 星期五在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武士電視記者羅悅安在合肥報道 英國外交部罰 如果在3D上感讀不適 應該戴上口罩 並通知機倉服務員 如有查詢 請致電21251111 七地玩 一地玩盡點 你快點我去按哪 你別再一次 你不知道帶著這些東西都犯法的嗎 我開一個電話來的 你看一下 演唱會也有望遠火了 那怎麼辦呢 你只是是中逆人星的 已經不會鬆明了 經過多最 ног的胎中才會表演的 她們隨便 押動了 聲音 世界就很難受 顧幾級人 駕車要識做 停車要識試 想有清新的環境 大家都要盡本分 麻煩你幫我看著雲仔 左輪又來不洗客氣 我們今天波當和紅會過來喝 左輪又來不洗客氣 你要那本書 我買點給你了 謝謝 左輪又來不洗客氣 嘻嘻嘻 收藏不太多了 謝謝你們介紹我電社工 左輪又來不洗客氣 單看表面 已經到下落電了 出門戶口 我會對時要預防給蚊叮 可以穿淺色長袖衫褲 還有用拘蚊劑 最好避免在松林長時間逗留 我們要做好個人防蚊措施 以防有安全保的疾病 好似燈架熱和日本老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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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發言 中石發言